郭文貴議員 事實上我們經濟的轉型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事實上要面對的事實上就是我們龍頭的行業再博彩 你想轉型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時候我們見到政府就說 我們要吸納內地的旅客來澳門 給他們什麼看呢? 模型機、紅貓這些東西不行的 但是你們是在做這些事情的 好了 講到微期 主席也講到微期 我也想講一些微期 司長你知不知道排期成立一間公司 目前需要多長時間呢? 3至4個月 如果你今天去排期 明年的3月8日你才會排到 你說怎樣支持微期 怎樣創就業的呢? 申請一間公司的名字 現在要給65元 只有有效兩個月 即是60天 以前呢 有效期就是6個月 是給80元 換言之 你排期3至4個月 你要給多少錢的 多少次錢 65元 這些事情 你們做出來的 所以怎樣開公司 怎樣就業的呢? 好了 早前呢 特首來議會 我講了六大問題 其中一個呢 怎樣降溫 關於我們的失業率 怎樣製造就業 好了 現在就業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因為原因呢 我們龍頭的行業 在吊鹽水 我很怕將來 如果他們這樣營業額 員工裏面 是面臨一個很大的風險 原因呢 因為你的收入 我怎樣養這麼多人呢? 這個數是這樣計出來的 所以司長很坦誠地說 目前來說 如果這樣繼續下去 我有個意見給你 好像主席跟我說 我們說我們議員要給意見 明年呢 每一季 在消費卡裏面 每三個月給八千元 那皆大歡樂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司長也沒有說到 不是說這麼慘 我們主席說到四大行業 其實有五大 我的立場是五大行業 有核酸 是不是? 我們現在個個都做核酸 核酸可不可以免費呢? 麻煩司長 兩個八了 現在珠海那裏 如果要去橫琴是免費的 又有酒水 沒有辦法 現在個個都要酒水 酒水其實這件事 一向都有的了 不是今時今日 做外賣、掘路和非法 這個五大行業 就是我們目前所見到的 所以你說呢 你說這麼多用事 來到我們那裏說 旅遊加密 什麼什麼 一個防疫措施 五加三 就打亂了 我們澳門全部洗完 我們現在目前就是這樣的了 這樣的運作了 你說幾多東西都沒有用的 個個躲在家裡 等運行 所以呢 我另外想和司長說幾個問題 第一就是一些數據 怎樣可以增加就業 根據官方九月份的數據 我們澳門有十五萬四的外勞 酒店和商童那裏有一萬九千個外勞 金融業有大約一千 地產和類似這些地產的工作有二萬二千 教育都有 將近三千 這些事情澳門人不可以做的嗎 我說過很多次的 應該給我們那些年青人 看到這些數據 他們都哭 為什麼呢 我們澳門人做不到 我經常都有去看 的確那些名店很多外勞 賭場入面開卡都有 你們就不去改 我們就業怎麼搞呢 再來就是關於一些人才 講到人才 我們澳大有很多人才 有些人才是名譽教授的 申請八年至十年 年年都要補教資料 你們究竟在搞什麼呢 為什麼一年兩年三年十年八年 你們都不批 要是說yes 要是說no 這些是行政違法 這些 沒有可能這樣拖下去 我覺得很醜 一個名譽教授 Chair Professor 和一個菲庸 藍卡一模一樣 不可以出不可以入 這些是什麼態度 對他們 他們在培養我們的教授 好了 去到會展展覽 什麼時候他們可以獨立呢 即獨立運作 現在其實回歸二十幾年 我們的會展展覽 沒有政府的鼎力支持 就死硬了 什麼時候會脫離呢 什麼時候像鳥仔可以自己飛呢 再說多一件事就是 關於政府部門 有沒有個時間表 什麼時候才可以全部搬去政府自己的地方 有沒有個時間表 你只是說 你會做 但我們不知道那個時間表怎樣去實行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壟斷的經濟行業 可不可以不夠將來 司長給一個名單 我們今時今日會歸二十三年之後 有幾多種經濟行業是在壟斷的 包括彈卷、行人餅、老婆餅 電商都做不到的 因為你不經一些公司中間 旅遊局呢 旅遊局呢 他負責的 你不經它呢 你就做不到 這個加重了成本 你考慮一下 那怎樣做呢 這件事 最後呢 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我想說 就是關於現在的公務人員在內地工作 早前呢 司長、行政法務司司長都說到 一些公務人員在內地工作的時候 他們是根據不同的生巢的 同工同巢的大原則是非常之重要的 我不希望見到呢 同一個工作 同一個性質 有不同的生巢 最後還有一件事呢 就是關於勞工法 勞工法的修改 不夠將來 什麼時候拿來立法會 使得公平原則 體現到賭場的夜間和輪班的津貼 是有的 不可能沒有的 因為全澳門都有的了 這十幾年都是剝削了賭場的員工 輪班和夜間的津貼 我講到這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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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